在互联网搜索关键词中国 你会找到什么呢 那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东方神秘国度 那里有五千年的文明 有从太空能看到的世界奇迹 它们中很多人都会攻击 无用出手 身上的气可以把你弹出很远 它们有好吃的食物烤鸭和涮肉 它们的经济在飞速发展 高速运行的高铁 方便快捷的支付 借助互联网 我们在家里就可以购买 很多有趣的中国山坡 中国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 今天我将要坐上飞往中国的航班 在汉语桥记录我的中国故事 其实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印象 是电影里面那种 因为我很喜欢看古装电影 我觉得说每个人走在路上 一定是穿那个汉服 有去年我有机会来到广东之后 我发现我第一个印象就是 我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只能哇哦 然后我在那里待了四个月 我觉得那个四个月 打开了我很多新世界的大门 因为我是来自欧洲 就是中欧 然后我觉得我们中欧的文化跟那个中国的文化 那当然有非常大的差异 但我还是希望可以了解一下不同的文化 扩大我的视野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长城是全球最有名的地方 最早对于我对中国的印象是制造 中国制造的 数不清 我数不清我的手机 它的零件 它的部件都是从中国来的 然后我的衣服 都是中国制造的 然后你的眼镜也是 然后我们的鞋子 所有的物品都是从中国来的